法國總統馬克宏今天走訪行程和路邊的民眾握手的時候卻被人呼巴掌 馬克宏剛結束登第一所中學的訪問 在離去前和民眾互動 結果被一隻耳光打在了臉上 隨後趕緊上前將他和民眾隔開 當時刪他耳光的民眾還高喊打倒馬克宏主義 事後有兩名的男子遭到逮捕